很好吗 你举五个例子可以吗 我就举我儿子多可爱 什么什么多可爱 老师那你再举第六个例子好了 我常常有时候举不出来耶 可是我要让小朋友知道 一定要尝试 你要试着去进入这个婚姻 而且试着知道 你愿意谈恋爱 知道爱情是好的 而且观察父母亲相亲相爱 甚至去观察其他更美好的 不然的话很多女孩子 她真的是不愿意踏入 不是她父母亲不幸福而已 而是她觉得我更有选择 太好了 那我们刚刚已经慢慢要切入 今天我们所有的话题的核心了 就是外遇竟然成为婚姻的杀 但婚姻杀有很多 其中是外遇 那么刚刚苏玉师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开头 我们下一个段落 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各位同居跟结婚有什么不同 那么看起来都一样 只差那张纸 可是有那张纸跟没那张纸 到底差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 好欢迎再回来 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议题 非常非常的惊爆 就是外遇成为婚姻的杀手 还敢不敢结婚 坦白讲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大概我所谓的年轻人 20岁到40岁 相当多的这个人 是选择不走进婚姻的 也就是他们同居 甚至从很年轻的叫同居 那反正他都一样 大家也觉得他们是夫妻 其实不是 没有那张纸的约束 问一下苏律师 就是说同居跟结婚 到底有些什么样重要的不同 而且大家注意 有太多重要的不同 不过我用一个小故事 跟各位大家分享 这是实例子的故事 那有一对男女 他们就觉得说 反正我们俩感觉很好 感觉真的太好了 但是我不想结婚 那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就一起同居 而且生了小孩 就没有关系 都一样 你看我出去外面 我也叫他什么 太太人家一家 我的先生 所以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差别在哪里 他没有做登记 没有做任何处理 好 那孩子慢慢大了 他19 20岁 没有问题 因为孩子上面 一样父母之他 只是他没有婚姻的 他们两个真的没有婚姻 那就突然有一天 这个男孩子 他发现他工作的地方 说有一个长得还不错的 很容易要关心他 那关心他之后 他发现说好像这个 又年轻又不错 那么他就回头想想 我们结婚了 美业 我没有结婚 对不对 没有结婚可不可以结婚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结婚 于是他想说 那这样好了 孩子也大了嘛 对不对 那我跟这个旁边这位女士 也没有婚姻关系 那就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可以散了 差不多了 因为我想 我们感觉没有了 所以我就 我就到另外隔壁家住了 你说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同居啦 这是真实的例子 那这个女的说 你外遇啊 我跟你老娘跟你二十年 小孩子都成人了 你怎么外遇 我那有外遇啊 我跟你有结婚吗 没有啊 所以发现一个问题 同居跟结婚差在哪里 插在一个障碍性 保护性 你可以突然男人一醒来 或女孩子一醒来 旁边这个比较帅 比较帅 我跟他走 为什么 没有外遇的问题 他就随时自由 那你的 那你会觉得 那所以你讲的会太残酷 这是事实上的例子 所以这就凸显出来 第一个 婚姻它有保障性 你如果今天回头看看 抱歉 我真的 不但是我心情上 可能会对不去 我法律上也会 也会纠正你 因为你如果再跟第三个人 去发生任何关系 他就会有什么 法律上的效果 好 你讲到这里 正好就是很多人 不结婚的原因了 问一下吴教授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 哎呦 我要跟你结婚就绑在一起 我将来我喜欢别人 怎么办 对不对 我又不可能代表 我永远都要喜欢你 这个部分 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 刚刚好成为大家 不结婚的原因 对呀 因为这个刚刚出力 人世是三变的 从法律 那个观点看 其实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的话 同居跟婚姻 以它的功能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样嘛 但是那个差别就在于 那个制度的这个想象上面 因为同居不是一个社会的制度 所以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保障 但是呢 同居这个概念在那个 尤其是在北欧 他们慢慢的已经有 好像已经在讨论了 这个是不是要变成是一个 一个正式的社会制度认可的 然后呢 也是要跟婚姻一样 是要受到那个 法律的那个保障的 但目前看起来像北欧的 他们把同居当成是一个 从单身过渡到婚姻的过渡时间 就是整个年轻人是这样在实践 那这个如果长远来看 对这个社会其实也是好的 因为透过同居这样的一个 试婚 对就是要试一下说 是不是真的是可以维持长久 就在还没有造成更大错误之前 就说长远来看的话 如果说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好的一对夫妻 是可以长相一起相处 那他就可以进到婚姻 那婚姻阶段以后 反而家庭的那个是稳定的 就是那些不稳定的 可能在同居这个时候都已经 所以现在欧美已经有这样 慢慢的他们上会 他们不是那么排斥说 同居不应该成为一个 一个制度的一种所谓的设计 没错没错 我问一下苏律师 现在一个状况就是说 在我们台湾的法律 好像对于你 适时同居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是认定你们是夫妻 因为你不能以为说 我没有合约我就可以随便 来问一下 其实刚刚讲故事讲太长了 其实应该赶快切到最重要了 到底同居跟结婚有什么不一样 我讲其实有两个大方向不一样 那有很多小子题 第一个财产关系不一样 第二个身份关系不一样 什么叫财产关系啊 刚刚那个例子财产关系 如果说今天是结婚 他里面的就有夫妻财产值的问题 今天大家 你男生在外面赚钱 女生如果没赚钱的话 那男生的钱 可能留下一半要分给太太 这就是 但是你同居没有 他怕被屁股走了 没有 所以同居没有保障 财产没保障 那如果说第二个身份权 到底他跟别人 每天换一个女孩子 每天换另外一个男孩子 这个身份权在婚姻关系是不允许的 所以会有 因为只要你有在外面 在婚姻关系外面发生的关系 就是什么 会赔偿的 要赔偿甚至要坐牢的 所以这个是身份上的保障 法律上有这两个大的保障 当然还有其他的 包含什么 财产 离产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可以细说的 对 可是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苏律师 就是现在我看有一些法令的判例是说 就算你没有结婚 同居在一起 适时生活在一起 你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就回答你 法律也保障 法律保障不是这个问题 法律保障 绝对同居跟婚姻是不一样的 它保障在哪里 家庭暴力 如果今天是家庭暴力 因为什么叫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它把这个范围扩张 这个家庭概念是 只要你有事实上同居 这就保护你 因为这种感情的关系 需要很特殊的处理 不然说两个人在家里 互殴打他一巴掌 没有人会看得到 跟一般的外面伤害情形不一样 所以证据上跟保护力道都要不同 所以在同居的部分 如果有人同居的话 那有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家庭暴力防治法是可以运用 但是并不代表其他身份权都相同 是完全不同的 了解了解 好那我问一下胡主任 就是说刚刚都提到 其实婚姻其实碰到最难的 是说你选的人对不对 那选对了那OK对不对 选不对过去的事实就是 婚前睁大两只眼 婚后半闭一只眼 在新的时代中间大家不想 半闭一只眼了 所以就产生很多 你要不要说说 你的体会是怎么样 我的体会啊 周遭的 应该是说婚前跟婚后 那个眼睛是不是闭 我觉得跟自己的改变有关系吧 如果你婚前进入到婚姻中 这个和同居是两件事情 我反而比较认为 如果你在没有进入婚姻前 尤其是没有到成年的话 你的同居 你常常会落入死吧 因为女性进入同居的时候 她的想法常常是把这个男生 当成我要结婚的对象 可是如果是男生他同居的时候 他不会把当成一个过程 我觉得男女方面对同居的 他是得利益者还是付出 或者我在同居的过程中 男生是不是就已经进入 我们家庭价值 包括我要打工赚多点的钱 或女生你要做多点劳务 那不同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家长 或者说我们在做个案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因为我是男生 我可能功课就当掉了 我可能就休学了 就是因为 或者我跟父母亲多要点钱 因为我同居了 这是在同学上头 成年又是不一样 所以我反而看到比较多的是 因为同居反而结不了婚 好 这一点我就要问一下 洪教授 刚刚我们的主任提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男生跟女生 对于婚姻的想像 或同居的想像是不同的 你们的研究有没有这方面证明 当然有人做这个 这不是我自己本身的研究了 这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 同居这个事情嘛 是要从个人的利益 我刚刚谈的事实上是说 对于这个社会来讲 对就是说像福祉人讲的 每个人进到同居 基本上就是一个风险的行为 就像买乐透一样 有些人可能会买到重大奖的 有些人可能就是 是一个风险 对就是说他并没有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社会制度嘛 但他可能可以对未来的 正式的社会制度有一些好的影响 也有可能不好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稳定的 等于类似一个实验状态 他结果可能是好可能是坏 可是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话 如果经过这样筛选出来的 就是成功的进到所谓的 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来 都是所谓的成功的话 那对社会来讲他赚到 就是说以一些少数的人的 这些所谓的代价 那换的 所以